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生效后 对台湾未来影响各界市各说各话 网路上充斥来源不清的二手消息 以及服务懒人包正反一件 大开攻防战 经济部长张家铸也曾率领各政经首长 针对批评郑重提出反击 指责造谣者才是真正的害国害民 我们必须要在这边郑重的反击 而且我们要呼吁这些 故意去散布一些不实讯息的 去扭曲事实的这些人 我觉得你们这些做法是在误国 是在真正的害台湾 过去官方一再厘清民众疑虑 认为服务并未开放大陆劳工来台就业 只有投资人 经理人 及具有特殊技术专业人员 第一年只为合发一年有效期 入出禁许可证 第二年开始公司营业额 必须达到新台币一千万 才能重新申请换证 但企业主认为 依照中国大陆雄厚资金实力 长期居留不是不可能 我们的服务协议 完全没有涉及 所谓的大陆劳工 来台就业的问题 入资的这个管理的干部 包括甚至包括眷属 现在在台湾的只有259人 那其实他们这些企业所创造的就业机会 一共有9624人次 说你在第三个这个有关WTO的协议的国家里面待过一年的话呢 其实你来台湾一次是可以取得三年的一个一个居留这样的 一个人呢他其实上还是可以带一个家属给一个一个家眷到台湾来 所以其实假设说投资金额很高 投资金额造业他组织约都很高的话 可以带很多的人过来 那那些人到底是不是他的家眷也很难说 然后会不会在这个额外的地方侵占了 我们原来属于原住民的工作权的这个部分 企业主忧心以人力评估 不管是企业主或是技术人员数量 都无法跟中国大陆抗衡 相对低成本更会直接影响竞争力 事实上假设以我们营造业的话 他其实很重要的人力就是在管理跟设计这方面的能力 那以前假设以我们自己的话 我们都会用台湾的工程师来做这一块的工作 大陆过来的话 他就直接可以透过这个传真或者音乐的模式 在大陆就做这一块工作 那这块工作的话 显然在台湾就会被大陆那边取代掉 根据调查 原住民族就业人口比例企业雇主只占了0.19% 相较于其他制造业服务业大饼看似影响不大 但企业主认为 0.19%的数字在原住民族就业结构是占了一大部分 原住民企业主雇佣员工也都以族人为主 若受到冲击或是挖角问题 族人工作权益有绝对影响 其实就算是我们企业组织那一点点 在原住民社会里面也是非常大的一个部分 所以像我们在从事原住民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会大量进入原住民 那我们一旦受到冲击或者是受到伤害的时候 我们大概就很难再去用到自己的同胞来 当做自己的employer这样子的 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争议持续加温 中央各部会更是一一站出来拍胸母保证 福贸利大于弊 企业主认为原住民族经济结构或就业状况较为特殊 但政府单位却没有针对族人面对福贸协议 作出利弊 为何 完善评估跟冲击研究报告 认为深感遗憾 接下来我们阿利夫台北市采访报道